2019年度香港小姐競選, 今日進入福士 由首輪面試的百多位參賽者, 大幅剩剩50人 騎尼候選佳麗, 都走得七七八八啦 今次可以看回好東西啦 首先出場的, 就是身高178cm 擁有42吋長腿的九頭身美女, 23 歲, Katie Yang 被視為大熱, 她透露已經跟Model公司解約 對於參選, 她就說有少少緊張 另一位大熱參賽者, 就是YouTuber 翻版朱自然, 蔡佳欣, 這次不穿淘寶衣了 一身斜肩, 緊身短裙, 好省鏡喔 對於網民發出她的舊泳照, 發現她大腿位有紋身 或會影響入選機會, 她就說 有幸入圍, 穿泳衣時, 大家就可以留意啦 又說自己, 在網絡世界浸淫了這麼多年 都習慣了有黑新聞的啦 25歲, 2018 年代表香港參加國際小姐競選的 王家文, 也順利來到第二輪面試 今日一身紅群私隱, 都幾 sharp 醒的 馮迎影師姐楊惠文, 曾經在港狼航空任職空姐 早前被包有公主病, 工作態度差 她就說, 應該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啦 值得一提的是, 新誕出的23歲美女 Amber 上星期首次面試, 還有濃濃的強國味 今個星期就大變身 網絡還有點像江家文 一個星期變化這麼大, 分分鐘可以跑上來變大熱 第三次參加港姐的范莎莎 今日都殺入福士, 似乎狀態大勇喔 笑容 sweet 到爆 她說笑話, 今次是第三次second in 還說今次都選不到, 就不會再選啦 陪炮組成員, 今次大幅減少 但都不是代表沒有的 這位翻版龍小群, Jesse 同龍小群, 始終一對馬傘姐妹 再來就有廖卓爾, 一身紅白色的連身群 似不似你家一張桌布啊? 你看她一身微肥的身形, 爆爆臉, 想入圍, 看來要努力點減肥啦! 斯文綠的Cynthia, 可以用平平無奇來形容 藥貓平用, 身材又不突出 好像旁邊陳絲拉的女兒 打扮像上班, 多過一次選港姐喔! 還有還有, Michelle 查了閃到爆的眼影 嘩, 有沒有閃到你瞎呢? 還有一身綠色連身裙, 加粉紅色的耳環? Well, Fashion 的東西, 我真是懂條鐵嗎?